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款 我用过最简单好用的免费开源播放器VLC 它支持所有常见的音视频格式 不需要任何设置 直接打开就能获得非常好的播放效果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 VLC播放视频的各种技巧 以及播放器自带的使用功能 那我们开始咯 相信很多朋友都用过VLC 为了照顾第一次使用的小伙伴 我们还是从下载、安装说起 打开浏览器 搜索VLC 这个是VLC的官方地址 点击进去 VLC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包括Windows、Micro、Linux、安卓和iOS 点击下拉按钮 能找到所有系统对应的安装包 我的电脑是Windows的 点击下载 这就已经在下载了 这个是刚刚下载的安装包 安装也非常简单 直接双击 是 选择系统语言 点击OK 下一步 再下一步 这些都保持默认设置 下一步 选择程序安装的位置 点击安装 这就已经在安装了 安装成功后 桌面上就出现了VLC的图标 点击完成 这些都不用管它 点击继续 这个就是VLC播放器 我们来播放一个视频 使用VLC 不需要安装任何额外的解码器 直接丢进去播放就行 右箭头快进 按住左箭头快退 降上箭头加大音量 向下箭头调小音量 F键可以快速切换全屏模式 按空格键可以切换暂停 播放 这几个是我们常用的功能 使用快捷键操作 能瞬间提升观音体验 如果你的视频没有字幕 可以在网上查找视频的 SRT中文版字幕文件 如果你想看看 这个字幕文件是不是你想要的 直接投入到视频画面中就行 如果确定这个字幕是正确的 把字幕文件改成和视频文件同名 并且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中 之后每次播放视频 它就会自动显示字幕 现在的视频大多会提供多余种配音 比如我这个视频 默认播放是日文的 你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猜到囊中的音频 音轨 将配音切换成中文 我们播放看看效果 对了 上支谱那边不是有个废墟吗 就是那条老温泉街 成功变成中文配音了 有时候音频和视频不同步 或者字幕和视频音频不同步 点击工具 效果及滤镜 在同步选项卡中 可以调整音频和字幕轨道 正值会延迟音频 不值会提前音频 字幕也是一样的 VLC默认播放单个视频 如果你需要播放一系列视频或音频 点击播放器最下方菜单栏中的切换播放列表 把文件拖到播放列表中 这样播放完一个视频后 就会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 在播放列表的空白区域 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调整播放顺序 或者直接拖动文件调整 还是点击右键 将播放列表保存为文件 给文件命名 选择保存位置 保存 下次直接打开这个文件 它会默认加载所有视频 其实VLC不仅仅是一个视频播放器 它还有一堆非常实用的功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你特别喜欢某段视频 想体验一下设置成动态壁纸的效果 点击视频上方菜单栏中的视频 设为墙子 这个视频就会以壁纸的形式进行展示 不管鼠标如何点击 都不会对视频的播放产生影响 按Windows键 可以调出其他应用继续工作 双击鼠标 可退出墙子状态 关闭播放器后 墙子也会跟着失效 如果你只是偶尔使用动态壁纸 用这个办法 可以避免安装第三方软件和设置上的麻烦 在短时间内就能快速实现这个功能 在活动、展示或会议时 使用它展示视频作为背景 还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画面 想把它保存成图片 在视频播放区域 点击鼠标右键 视频 点击截图即可 或者直接按快捷键 斜分的加S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在左边菜单栏中点击图片 就能找到我们刚刚截取的画面 除了保存静态画面 你还可以录制当前播放的部分内容 把画面暂停到你要录制的位置 还是在视频播放区域 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录制 然后点击播放 就会开始录制 录制完成后 点击暂停 再次点击录制按钮 就会结束录制 或者直接按快捷键 SIFT-R开始录制 再次按SIFT-R就会停止录制 你不用担心暂停后会录制长时间的定格画面 在进度条没有播放的时候 它是不会录制的 录制好的视频 会默认保存到资源管理器的视频目录下 如果你经常要截取大量图片 或者视频画面 还可以点击顶部菜单栏中的视图 选择高级控制 把录制和截图按钮调取出来 显示在视频下方菜单栏中 只要点击一下 就能进行录制或者截图 VLC还可以把视频或音频文件 快速转换成其他格式 不需要额外的格式转换器 通过几部简单的设置就能完成 点击左上角媒体 转换或保存 添加你要转换的视频或音频 如果你需要给视频添加字幕 把使用字幕文件勾选上 点击浏览 选择字幕文件 添加完成后 点击转换保存 在配置文件这里选择输出格式 如果需要调整更多设置 点击后面的搬手图标 在这里可以设置视频封装格式 视频编解码器 音频编解码器和字幕选项 一般没有特殊需求的话 这些保持默认设置就行 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加了字幕 就必须要在这里把字幕勾选上 选择将字幕覆盖在视频上 这样转换格式后的视频 才会自动显示添加的字幕内容 设置好后点击保存 设置输出文件保存的位置 点击开始 这就开始转换了 渲染进度会显示在VALC时间轴上 OK 转换完成 这个就是我们转换后的文件 你还可以使用VALC观看电视台直播 打开媒体菜单中的打开网络串流 输入视频流的URL 如果你没有URL可以去网上搜索 打开GitHub 搜索IPTV 这里有很多作者分享了自己这里的直播员 这个新标数最多 我们点击进去 找到M3U结尾的链接 复制 粘贴到VALC中 点击播放 点击播放列表 双击打开频道列表 这里就是所有的直播员链接 点击可以切换频道 除了在网上查找直播员 你还可以通过办理框带时运营三送的电视盒子来获取直播员 这种方式获取的路径会更稳定一些 如果你想放松一下心情 VALC中有一个有趣的隐藏功能 拼图游戏 点击菜单栏中的工具 效果及滤镜 选择视频效果 几何 勾选解明游戏 它会把正在播放的视频分割成很多小块 然后打乱顺序 这里可以设置分割的数量 你必须通过拖动这些小块才能还原视频画面 否则只能这么混乱地播放 或者你就认怂 回到设置中 把游戏模式关闭 好啦 以上就是VALC使用技巧 和使用功能介绍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小胤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